我也是KOG,然后队友双KOG了 双KOG就前中期会强一点,打到后期特别弱 对,很软,KOG这个英雄特别软 以前都很流行家族的呀 那种什么网游里面太多了 以前我玩石器的时候还有什么,我们是什么了 我们那个家族名字叫不败传说,特别中了 这一盘0.0.0用了暗夜,诶0.0.0啊,你看 我刚一直在吐槽0.0,人兽没技术含量,0.0.0换族了,换暗夜了 暗夜加,哇他们用的还是剑胜DH 是的 那讲道理啊,我觉得木他们很有机会 剑胜DH,中期太弱了 这剑胜DHKOG女裂打的你叫爸爸 是的,只要女裂数量够多 就直接打死了,我觉得 这有三四个女裂,猫头鹰一展开,中间随便抢,两个KOG 缠的你就玩不了 木耳这个建筑学是啥意思啊 哦,0.0是随机的,他们说 哦,0.0是随机的,好吧 木耳这个建筑学应该是想为了后期堵路口吧,应该是 木耳这个建筑学也太幽默了吧 这建筑学 0.0要是双臂啊,你怎么守啊 他就没想到,不是,0.0是随机啊 他可能 罩的时候 0.0没有那个 看到他是暗夜 那是的 现在木耳,现在木耳 可能是个突破口 哦,不过0.0不是双臂啊,三比亚 三比亚生本的 这种出AC的没事的 这里的话没有开矿 现在双方四个人都是 生本的 不对,木耳不是生本的 哦,他们四比亚,四比亚木耳他们 一本四比亚,那我觉得木耳他们很有机会 木耳4比亚压力就来到0.0这边 4比亚打的就是0.0 而且还藏了个野逼啊 0.0这一盘没有出女猎,出的是AC 我怎么觉得他们会打顽童啊 肯定打兽族啊 不是嘛 为什么打兽族啊 打兽族的科技啊 重BPR 我觉得打暗夜啊 白头嘛 他的女猎手都过来了呀 来哪边了 女猎手已经在 在搞了 肯定是打暗夜不可能打兽族的 兽族有地洞,天然克女猎的 我觉得可以重BPR好像 不不不,你打暗夜知道BPR更没办法 打兽族,兽族能出头车 打暗夜都出不了弩车的 你看这弩车回都回不来 其实这盘打兽族我觉得好 你看兽族连磨坊都没有 很容易打死的 这里的话 零零看到了BPR但是阻止不了 压力很少 觉得这盘基本上守不住 但是这波的话 坐下去了 刚刚要没坐下去就 就砍掉了 慕恩的队友呢 怎么还没来啊 他喝水去了 其实这一盘 他们这个女猎手 4BR还挺强的 他现在残血的女猎还能去中间免费补给 诶,残一下接着要回城了 直接打死了 哇,那这波零零给给了 零零提前自己出弩车但是没有用 你单BR弩车跟别人4BR弩车没办法比 但是好消息就是零零也造了个BP 它BP补得很快 BP脱不了很久 看一下这个BP 并零也是双比亚共同车 但是第二 L的位置很差 如果补在里面就好了 这里很难扛得住了 家里面没有补给啊 这波即使扛住也聚伤无比 木他们已经开矿了 这一盘输了的话 TR LT TM TM地图认受就不厉害了 这三张图里边 TM弟兄是人生最弱的 TM有点怕被跑 不是 TM人组都挺难到2的 这到2 弩车很难受啊 这里 BR的位置导致他的弩车 前两部弩车都被白调掉了 直接截掉了 我觉得只能 受阻出头的时候TP回来 但是我怎么感觉打不进去啊 这波 木温他们没有自己出弩车 出了出了 他们现在在出弩车 但有点卖 他是先开矿再补的弩车 直接卖掉了 BP不要了 BP不要 那这个弩车要不要取消掉呢 管控场抢中间 如果说不要BP的话 那这个弩车别造了吧 很坑 很坑跌打 这种车 很坑跌打 没有几直接生了光环 直接生了光环 一个光环能弹两个英雄血传 现在木温二本再生 木温的队友二本再生 这个 哎 这弩车浮兵了 木温的队友 健身过来 有毛头鹰吗 哇 丸桶抢了个大雪 还残歪了 哎 猫头鹰没挂呀 这波血亏 他们有毛头鹰的 这个大雪丢的 现在这些女练手得赶紧换掉 要么换家 要么就强行换战损 不然这女练手就是废柴 待会儿 是的 现在已经很飞了 我觉得 现在还琴我感觉 就现在好吧 找到 哎 哇 这个白牛还是照在路中间的 他直接 直接野了两个剑 这简直有点送啊 这是咋想的 他 他当时照的时候 是零零加倍rush 他可能想跟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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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哭罗苏 直接丢 没有小精灵 哭罗苏很难 很厉害 010他们很难守 哇 这波AC被包的 完全没有输出环境 这波女练手 你了 这波女练手 太舒服了 直接包加4DR女练 漂亮 你怎么包加 还是要 还是要多打这种操作 多打这种牵扯吧 我觉得 利用机动性嘛 对 多依靠自己单线的优势 最好不要盲目的 错后其合鸣 最好不要盲目的错后其合鸣 木恩现在一大堆钱了 感觉这一排可以直接跳起美拉来 不是没有可能啊 这已经开始养猪啦 跟我们昨天那场有点像啊 卧槽 刚刚这一波 木恩跟他的队友根本就没怎么死兵 木已经在开矿了 你看 是的 马上4矿打2矿 4矿打2矿 啥都能出啊 诶 暂停的木 所以说 剑圣W就是搞笑的这个英雄 剑圣DH 太弱了 看图吧 Tm T2还行 我觉得就T2还行 Tm都有点弱 tm那个呀 看点位呀 能够上来打个米6 那你卡要个米6很难的呀 对呀 那个时候tm能卡个宝的点位还行 老玩童冠军 不好说的 能打的 老玩童跟木温 还有佛爷都很强 3组人兽 再加上木温跟罗爷都还真不好说 再加上木温跟他队友 罗爷他们已经被淘汰了 现在关键不单是那个4矿的问题 关键是4矿他还能压着你 00他们现在野战都打不过 现在野战 木温直接爆人口了 木温是出了啥呀 补了必要 双必要 没有爆人口 是木温队友爆人口 对 木温队友爆人口了 木温这把既然不搞齐美拉差平 木温这把既然不搞齐美拉差平 直接2发老虎 放的是AD级 那木可能要出山领 山领和熊吧 木温2发DH 这一盘完全没有出中立 哇 打了个辉煌光环 厉害了 这个老虎还买了个蓝屏 给KLG买的 颜色换不了 他们选手怎么是自己的 这个下轮让泡泡去监督一下吧 其实我们在里边监督就行 泡泡的话我感觉他有点 可能忙不过来 刚刚颜色还是我提醒的 主要OB多 颜色就不好 你说过了 你说过了 那先别开啊 让他们换颜色 这颜色尤其是这个绿色 我就 这个绿色刚刚造BP 我压根就没看到 好 这魔的话 打两个回尘 8个木的矿 但是问题不大 死了那么多的兵 也不赚 诶 这两个弩车 迷路了 诶 也无所谓吧 零零这一盘单DH 单DH出啥呢 不出来啊 零零这一盘就是辅助啊 主力完全是老万童 他前期被打得很伤 Fly 你女儿说的是方言吗 说的是粤语啊 然后那种很不标准的粤语 很标准的吧 很不标准的粤语 他现在小朋友是这样的 都没听懂哦 他说话 他的发语没有发语完全 他说话是没有力气的 那那那肯定啊 但是但是我这一听感觉 不太好 好 我又酸了 诶 我哪那么容易酸啊 不酸不酸 不酸的 我很快就会有了啊 兄弟们听懂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很快就要开始为之而努力了 为之而努力了 为之而努力 我争取明年好吧 明年前 哎 其实这个有也有的好 没有也有没有的好 带小孩 他不要啊 我觉得是人生往前的一大步的 是 总的来说是 肯定是要往前走一步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不早点弄的话 可能 这一波 拆家 木耳他们 木耳的老家 木耳要被打成蜂蛛了 完了 没事没事 这波他们要叫杀了 这一波 TP回来落点会非常的惨 零零的部队出都出不去 要不零零TP到外面吧 我觉得最好是零零好 你如果零零加也不要了 是的 那这一盘双方的C位 诶 这TP能打得过吗 两个龙神在天上呢 还有 打不过的 哎呦 电 这个龙神 能打得过就有鬼了 哦呦 这个龙神直接把白牛秒了 兄弟 零零的部队突都出不来 这个阵型不可能打得了 不可能打的 不应该TP的 天上双龙神 而且这AC输出环境这么gay 这可是AC 大小跟着不虚拟熊呗 是的 哎我记得有段时间 那个 那个谁 谁出女猎打熊来的 也挺厉害的 追着打